有在錄嗎? 啊 你就這樣撇步我嗎?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來吧 給大家看一下Uber主餐地點 有一個沖頭很超酷的 嗨 大家好 我是美食摄影千千 然後現在在秋葉原 要來吃這一間百年本舖的拉麵 因為我之前也看到那個 Max Suzuki-san跟Sachio-san 他們有來拍這間店 然後他們其實每一個期間都會出 一個期間限定的大份量料理 所以我這次就是事先預約了一個 很大份的料理 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就跟我一休妮來看一下 然後因為我昨天睡前吃了拉麵 所以我今天很腫 我的眼睛都不見了 跟大家說出國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水腫的部分 但不管啦 我就是要吃 而且這一間在Tabellog上面的分數是3.53分 這裡想必是非常熱門的店吧 難怪是要事先預約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去吃吃看 不好意思 約二十公斤 然後再去買三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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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不好意思 日本… 日本語… 好… 我們有請 我們有先預約 但我們現在卡在這 好難喔 怎麼辦 它叫我五者五為 那個拉麵店好酷喔 我以後開千半麵的麵店 我也要叫這個名字 我要叫我愛千半麵 OK Let's go 我會了 告訴你 哇 終於完成了 這裡 是我的牛渣 叔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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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這個 這是他們期間限定的 然後是兩公斤的中華壽把 然後我覺得你看這個 上面這個應該是醃製的肉 然後這個是有 我剛有看到它用盆牆盆應該是叉燒 然後炙燒的 超大一碗耶 而且整個是肉山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剛剛呢 看到它的牛渣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我就默默的又點了一個 而且我發現它醃製的肉有滿多種類的耶 哇 裡面是豆芽菜 直接先吃一口嗎 它太高了 我不知道從何吃起 嗯 我剛剛在想說它應該是醃製的肉 但是它沒什麼鹹味耶 我吃二郎已經吃得很熟悉了 但是這類多好 但我倒是第一次吃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上面剋掉 好 我們目前第一方面呢 我們已經先吃到了我們的豆芽菜 因為它實在太高了 我找不到麵 因為像二郎的拉麵 你都可以甜甜有型 你就把它泡下去 然後它的豆芽菜就變比較軟了 但它這已經有先水煮過了 是有熟的然後帶脆的 我就可以直接吃了 然後這裡的 麵出現了 麵在這兒 大家看到麵了嗎 快來 我快吃到麵 油麵來了 好吃耶 它是那種醬油底的 它吃起來有點那種鹹鹹 然後鹹度又不會太高 咬一咬之後 還會有點微微的回甘的那種味道 我剛剛在想說它上面的東西 味道沒有到很重 會不會下面的麵其實很鹹 但其實吃起來不會 然後像因為我最近這一天吃的 很多麵條都是粗的偏硬的 就是要咬比較久 比較有分量感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日本的人 比較喜歡吃這種類型的拉麵 但它這個是有嚼勁 但是是偏軟的那一種 我還滿喜歡的 就很像在拍二郎的那種拉麵在登山的那種感覺 我來吃一下他們的餃子 它是有肉汁的那一種耶 而且它外面是煎得有點脆脆 可是它上面這個還是偏軟的 我覺得好吃耶 有肉汁 而且它的肉的那個甜味很夠 然後它裡面有加一些蔬菜 所以它有那種肉的鮮味跟菜本質的甜味 牛菜很可以耶 好辛苦喔 它今天有一個新的店員來 我在想說是老闆的兒子 因為它有點微微酸酸 這可以撿進去嗎 因為它就是雙手插著口袋 看一下裡面還沒有飯 沒有的時候它就這麼快 我想說應該不會有店員這麼的自栽 剛剛吃拉麵是喜歡有湯的嘛 因為雖然說它是瘦吧 但其實我吃拉麵非常的喜歡喝湯 然後我最近這一天 在日本就是忍不住 本來是想要借湯的 那一端上我就不喜歡把湯喝完 以至於我每次在日本都超重 吃完了我的最後一個角色 它這個呢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樣 就先把豆芽菜吃完了 沒有辦法吃完後面就會覺得 唉唷 有點鹹 但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來加一點其他東西 我剛剛 至少用噴香噴的 我們來吃一下味道 怎麼樣 很香耶 它這個是有醃 在醃漬過的 所以它看起來跟這個肉是一樣的 因為它有至少過 所以它香氣更香 因為有那個油脂燒過的味道 我覺得它會這樣子應該是想要 就是增加一點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它那個肉三看起來很驚人 它吃完了我想要加個 香味於辣油 不知道味道有沒有搭 但是我們試試看 就有種加辣的概念 我這已經看到超多那種 跟魚相關的醋啊或什麼之類的 但辣油倒是第一次看到 加了之後更香 但是它麵條本身 我在想要它其實裡面 原本就有加魚介 所以我覺得它吃起來的那個魚味 其實算是還滿重的 我發現啊 它們附冰水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你在吃辣麵的時候 口味道很重 然後再給它灌一口冰水下去整個感覺 超爽 大家有發現 我今天穿的衣服 有露出這兩塊嗎 這件是我在日本買的 據說是它們的絕對領域 我會有看安舊影片 它們最近流行是露出這一塊是絕對領域 然後我就想說 我在路上有常常很多日本妹子 會露出這兩塊 我在逛街的時候就想說 我也要跟日本妹子一樣 所以我就買了這間 有沒有 絕對領 有嗎 還是我現在要穿斜肩 一吃然後就這樣拉一下這樣 感覺不性感 大家看得到嗎 我已經快吃完了 因為它有點埋在碗底的感覺 因為太深了 最後一口 吃完了 它這個的話 它的百年本鋪這個 我是點醬油 但我覺得它吃起來 比較像是魚介醬油的味道 然後我自己覺得吃起來還滿有趣的 大家來點的時候記得把它攪均勻 因為我剛剛沒有辦法攪它 因為它真的太多了 所以以至於我就是上面的那個 豆芽菜跟肉 其實有點吃差不多之後 才可以撈下面嘛 所以你其實吃到後面會稍微覺得有點鹹 但是你們可以 就它旁邊配的那個佐料 稍微就是沾一下吃一下 我覺得就可以降低它的鹹度 就味變一下 或者是它其實這裡有附白飯 大家也可以添白飯 它這邊呢 是每一段期間都會有不一樣的期間限定 所以大家如果來有興趣也可以預約看看 不過你們要吃一人份量也可以 然後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很酷的是 愛豆乳拉麵 愛豆乳 愛雜 有一個那個偶像的拉麵 然後我剛剛有問我朋友 我朋友說是偶像飼料的意思 我有點不太確定中文怎麼講 但是我覺得還滿酷的 就是等於說偶像吃了什麼 是這種意思嗎 大家如果下次來 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我真的好腫喔 我昨天在那邊吃拉麵呢 我就想說好 我這一次絕對不要把拉麵的湯喝完 大家知道嗎 你吃著吃著 你卻會覺得那個湯 是不是應該要加點一個碗飯 把它咚進去 然後這樣子把它吃掉 好啦 今天的影片大家就這樣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前面有一個客人先出去 我以為他是自動門 然後我跟大家說這裡很酷 是它還有這個外帶的那個形式